我来自新加坡,我的名字叫王燕昂 我在2015年 我2015年就开始服用名字因为皮肤敏感 身体过后就改善了 在7月2007年的时候 因为工作防满还有身体重上风 我来自新加坡,我来自新加坡 就发现身体僵硬 经过医生的检验,发现我有红瓣性蓝肠 当时医生给我的内固醇是25mg 当时我服用,一起服用灵芝 灵芝的量是60克灵芝,150克花粉 3个月 最近我的眼睛都会打得不错 我那时候我来自新加坡 手撞到这边的臭血 以来,手放到这边就好 这一边的大股 起初医生有跟我讲 吃泪固醇会有很多副作用 比如水肿,关节这些肌肉会比较萎缩酸痛 我都没有 那就是过后我就 其实因为我吃灵脂 所以这些副作用都没有 每个月也要去检验我的肝跟肾 因为怕肋部就会导致 这两个肝脏都会有影响到 那我就继续的 其实继续的吃灵脂跟肋骨醇一起服用 到一年后 到一年后其实我的那个 红半性蓝参的指数 就回去正常了 医生其实讲说这个是很少有这个机遇 有这个可能的 那我很相信 是因为我服用灵脂 加西药一起配合 所以才有这样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很感谢双鹤带给我找回我的健康 把这么美好的产品带来新加坡以及缅甸和马来西亚 我的分享就在这里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